2021年财位在哪里 我们该如何布局 对 好 那2021年财位在哪边呢 要记住 就是我们正西方的位置 正西方 对 正西 正西 你要记得就是西方就对了 好 其实2021年 整个西方 就是最大的财位的位置 那我们要从哪里布局呢 例如说你觉得想要事业上 工作上这方面呢 要稳定一点 贵人要争多的话 我们在客厅的西方 找出西方的角落 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那到底西方怎么看 现在手机都有那个APP 你就打开 你就站在客厅的中间的位置 那看这个指南针 你连西方你都找不到 你怎么会去找柴位 我真的连西方都找不到 真的 因为很多人 真的还是看不懂方位 好 所以没有关系 你就用手机的APP打开 或指南针 指北针 看你是用哪一个 反正量出西方的位置 找到那个方位的 最角落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怎么布局呢 第一个你可以放上同龄 最简单的你去找一个铃铛 挂在西方 好 那西方呢 遇到什么样的格局最好呢 如果你的大门刚好开到西方 或者你的西方有一个窗户 那你要记得 把这个门打开 或是窗户打开 让它偶尔吹个风 让你把这个财气吹进来 然后放个铜铃呢 刚好在那个地方呢 如果风在吹的时候 铃铛又在摇动的时候呢 代表风生水起 那为什么要铜铃最旺呢 第一个西方属金 那2021年呢 是辛丑年 天干是金 地支是土 但是这个土呢 丑呢是金库 所以呢2021年呢 每一个人很适合为自己呢 造个财库 那到底掉了什么意思呢 在今年当中呢 每一个人可以省事一下 自己的用钱的方式 例如说你觉得自己呢 用钱还是用情 用钱的方式 对不对 例如说你可能觉得说 自己可能都存不住钱 那在今年呢 好好地省事一下 到底钱花在哪边 先找出哪边该截流的 然后做好理财规划 这个时候是可以翻转 你的人生财运的 最重要的一年 转不转得过呢 其实2021年是一个关键 为什么呢2021年呢 不要先说你要赚多少钱 先看你能不能守住多少钱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叫库图年嘛 库图年呢 是看谁守得最多 就是最旺的 对 所以这个要记得 这关键字 然后呢西方呢 除了方同龄之外呢 这个呢是可以招来 很多的好的机会 好的讯息 那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你想要转一点现金流的 让这个财运呢 可以比较快速进来的话 你可以放一些水 例如说银行有时候逢年过节啊 会送你这个矿泉水 柴水 我银行现在都有 他们过年都会把那个水 放在保险库里面 然后过完年送给贵宾 贵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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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这个现金流呢 或是赚钱的机会呢 可以更多 我们可以放水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存不住钱的 那你就会放存钱筒 例如说铺满也可以 每天回家呢 养成一个习惯 口袋呢有零钱的 把它投到这个铺满里面 像我自己本身呢 我都会故意啊 去便利商店的时候 拿那个钞票啊 去把零钱换开 换开之后 是不是有很多零钱在口袋 那你觉得很麻烦嘛 所以我回家的时候呢 都会在这个流年柴位 我都会存钱 积杀成塔 你知道一年下来呢 可以存三万块到五万块 真的 零钱存多少 就是一把零钱都不看的 例如说有时候会存到八十块啊 有时候存到一百多块啊 都会有 有五十块的那个啊 对 五十块的 这个可以教大家 所以今年要把这个 零钱放在西方是不是 对 2021年是西方 对 老师你讲的西方是说 我客厅的西方 还是整个屋子里面的 那个西方 那个地方 对 我刚刚有讲个重点 如果你要增加 工作运 或是贵人运的话 我们在客厅的西方 客厅的西方 如果你要增加自己的 例如说个人的私房钱 财运 自己的财库 就在卧房来做 卧房的西方 对 来